A股危险解除了 解除了 解除了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 三大原因揭晓要变天了 超短派做好准备 你们的差价机会又来了 中长派也做好准备 迎接自2885点之后的第二轮粉坛 这里千万不要被洗出去 为什么那么说呢 乃至明天A股怎么走 还是老规矩啊 我的视频你得一字不差的听完 听完一切就明白了 不信你试试啊 如果你觉得有用 记得点赞加关注啊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股评 今天是2022年11月28日 你现在看的是 周一收平复盘的走势经讲内容 首先在分析明天A股走之前啊 我再次提醒 今天我很开心 非常开心 特别开心 为什么呀 首先一定要注意啊 咱们在双休的时候 告知大家啊 今天要警惕了 为什么呀 因为呀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利好 但是呢 不符合预期 导致啊 这个预期被降低了 甚至我认为 本周初确实会存在一些危险 那么 大家可以看到 A股市啊 是不是 由此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低开呀 这个低开幅度 已经达到了什么位置 3040点附近了 而在我双休 告诉大家 是两个原则的 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呀 如果本周敢于高开冲高 就要进行减仓 第二什么呀 第二是 如果他不是冲高 而是说回踩的话 甚至回踩补期 下方的缺口的话 那么这里 反倒你离场不一定对 那么今天 属于哪个类型啊 大家看图 非常明显啊 属于第二个类型 就是一个 回踩到了 3040点附近的过程 而且呢 这里出现了一个恐慌盘 对不对 那么这个模式 既然适合第二次 我当时是怎么说的 我说过 只要是上证盘口 再近期 我就多次告知 到了3040点附近 这个位置就要重仓出击了 一定要注意啊 是重仓出击 这句话是什么含义呢 以及说 A股市场明天 又会怎么走呢 在最后两个交易日 就要结束12月份了 A股市场又会 做出何种大局呢 咱马上分享啊 在分享之前 听到一句啊 没有点赞和加关注的 长按点赞按钮三秒钟 给钱来赞 我的视频 是每天中午12点 五评惊奖 下午5点 收评惊奖 提前预判 和沙盘推演 A股大局势走向 你得加关注 每天准时准点来看啊 还有那句话啊 霸道古明只做 有良心说真话 揭穿一切 黑幕内幕 骗局真相的走势惊奖 咱们去马上说 首先一大切记啊 双修那条消息 众人都说实力好 但是我却给大家 泼了一喷冷水 为什么呀 因为一大注意啊 咱们得说实话 说真话 这是其 其二什么呀 其二既然说 已经回踩到了 3040点附近了 这个位置 在咱们昨天乃至前天的 应对策略来说 就是该去低息了 所以你还记得 在我中午五评的时候 是在什么位置见的 就是在这个位置啊 一定要注意 就是告诉大家啊 这个区域 一定要切记 第一 你不要离场了 第二什么呀 要形成一个什么呀 进行一个重仓出击了 那么再看黑股市场走势啊 一定要注意啊 它是一个再次形成一个 3040点附近 精准开始向上的反弹模式 而且啊 今天有一个比较大的信号 什么呀 首先大注意啊 今天是我最开心的日子 为什么呀 因为今天这根K眼图 不仅把下方曾经咱们孔式单单的一个缺口补齐了 一定要注意啊 是这个位置 它终于补齐了 那么而且呢 还把今天跳空低开的强大缺口也给补齐了 一定要注意啊 代表什么呀 代表说今天这根K眼图做到了一日补两圈的过程 什么叫做一日补两圈啊 就是啊 你们还记得曾经在3150点区域 我告诉大家啊 一定要谨慎 因为呀下方缺口没有补嘛 对不对 那么这个缺口 一定要切记啊 只要存在的话 后期必补 对不对 那么今天呢 终于补齐了 我的所有担忧 随着这个缺口补齐之后啊 一定要注意啊 从昨天的深色衣服 黑色衣服 开始变成了今天中午 告诉大家的红色衣服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位置不用担心了啊 最大的一颗定时那个没了 对不对 而且呢 一定要注意啊 今天其实 一定要注意这个缺口 因为咱们开盘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那么当时呢 有人说坏了 这个缺口如此之大 会不会最终结局补不齐呢 一旦说 形成一个跳空低开的缺口 这个缺口就会塑造后期 乃至12月份的一个下跌浪 但是缺口法则之中有一句话 只要是跳空低开的缺口 第一天就能补齐 就是一个再次向上的信号了 而且今天的K线图 是一个放量的K线图 一定要注意啊 其实按照理论来说啊 从前几天到现在为止 出现了一个匀速放量的过程 那么现在竟然把下方这个 曾经出现的一个定时那个补齐了 然后今天呢 又把一个刚刚出现的跳空 低开缺口补齐了 代表了主力 什么思想 自己想想 还用我说吧 大家别跟我讲 一边去评论区写个666啊 全都去啊 这个评论区很重要 大家都帮忙 咱们去网上说啊 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 也就明白这根K线图的一个重要性了 它是起到一个乘上起下的作用 也整整让我担忧了两个星期的回彩 终于有一个着落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当时最担心的就是缺口不补 对不对 那么既然缺口补齐了 而且在我前面已经多次告知 3040年下方都是抄底机会 包括中午啊 乃至上午那个位置 我多次告知 抄底机会 机会 机会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位置 第一是要提醒你们 本周在3040点所形成低息买入的仓位 在本周一定会存在获利盘 一大注意啊 可大可小 但是一定是一个获利的 这是第一个定论 第二是什么呀 A股市场 今天的3034点区域将成为塑造12月份的一个底部 再起二浪反弹标志 一大注意啊 这是两个关键词 为什么呀 因为在这三个月啊 我多次告知 每一个月都是存在一个底部区域的 一大注意啊 在10月份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哪里是一个底部区域啊 是2934点 对不对 这是10月份的一个底部区域 然后所形成一个拉升盘 对不对 那么这个波段获利是肯定存在的 那么11月份呢 我告诉大家是2885点 因为在2900点区域 我就多次告知了 这里抄底抄底抄底 那么现在呢 一定要注意啊 按照林来说 这个位置有大概率就是12月份的一个底部区域 切记啊 虽然还没有到12月份呢 但是只要说明天后天两个交易日没有跌破 那么这个位置将成为12月份乘上期限的大底 知道吗 所以这里要第一提醒超短派了啊 可能上周啊 咱们那个小波段没有赚多少钱 但是本周我个人认为这个波段应该会赚钱 这是第一个提醒 第二什么呀 第二咱们再看一下60分钟级别 非常明显啊 我再次提醒 他已经塑造了很长时间一个什么呀 自己看 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底背离中枢的顿化模式 那么如果说三波峰再形成一个顿化的话 只要认识巴的股评人都知道啊 切记在底部出现顿化 那么最终结局还得形成一个再次的上攻 对不对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15分钟级别就能看出啊 自己看 是不是15分钟级别已经形成金叉了 自己看 所以就能看出啊 A股市场终于开始了一个技术面的15分钟级别金叉 带动30分钟级别金叉 然后呢 再带动60分钟级别形成底背离 带动120分钟级别形成二浪底部区域 所以在明天乃至后天一定要注意啊 他要干什么呀 要看120分钟级别了 大家注意 这个120分钟级别啊 其实他有一个什么呀 上档的压力线 大家注意啊 这个线条 现在截止目前为止 距离这个位置 其实也就这个区域了 那么这个区域呢 一定要切记 其实从120分钟级别来说 今天是存在一个缺口的 日线级别补齐了 那么120分钟级别这种分时级别的缺口 一定要注意啊 这里一定还会存在震荡盘 但是我个人认为 一旦说突破成功的话 这个缺口再次补齐的话 那么就是什么呀 一阳穿多线 你再看下方这两根图形是什么呀 是长上阴影的单针 你俩切记啊 因为啊 日线级别你不要看单针 为什么呀 因为有的是主力做出来的 但是这种120分钟级别乃至60分钟级别啊 一般主力是不在乎的 所以这里更加真实 只要说形成这个位置的长下阴影单针 就代表什么呀 代表说这个位置确实是存在 主力开始进攻了 你包括下方还有一根均线是存在一个支撑的 对不对 而且呢 咱们再看一下现在目前的创业版 一定要切记啊 创业版我再次提醒啊 终于又到了什么位置啊 我所告知的粉色方框区域了 每次到这里啊 我再提醒 这次我给大家看了一个放大的图形啊 就是从2230点再次上攻到2460点 又是从2227点上攻到2470点 你就会发现啊 这个位置是不是又到了 你自己看 又到这个区域了 其实这个位置啊 深创指能够下跌的空间很小了 一旦说在2230点 那个区域上下 那么深创呢 也能再次雄起 而且现在深创 有一点我还要提醒大家啊 现在深创的走势啊 其实总体来说属于什么呀 非常明显是一个冰点地量即将塑造地价的过程 你们自己看 从一个存量放大到了一个 这几天形成一个萎缩到冰点地量的过程 那么冰点地量建的价符合现在这个位置 一旦突破向上的话 就正式向上形成价升量涨了 而且那我要告诉大家 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原因是什么呀 是目前国际指数 包括美股甚至说亚欧股市 现在基本上都到了一个再次走牛的过程 而上证盘口呢 其实目前来说还是滞后于他们的 那么现在上证盘口在这个位置 其实啊 只要是过了这个10月份 明天乃至后天的一个啊 成交量稍微惨淡一点 因为它是月底7亿了是不是啊 这个月底区域啊 可能说没有什么成交量 一旦说过了这两天 A股市场其实真正的大变盘就要来了 我个人认为会塑造二浪反弹的啊 所以对今天抄底的人 你们记住我一句话 明天后天无论有多大的震荡 千万不要被洗出去 因为12月份就要来了 12月份A股市场还会有一个很大的拉升 甚至那个3185年 我会支持它上攻成功 这个为什么吗 因为那个位置下方没有缺口 没有缺口就没有定时那个 那么现在咱们该干什么呀 本周借用3040年这个区域 形成一个再次震荡上渊的局面 那么这个过程我相信要比上周强 一大切记啊 这句话我说出来了 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敲 好了 新朋友记得加关注啊 老朋友记得点个赞啊 咱们明天中午12点附近 咱们再去看一看上午的走势 以及多空消息面怎样 咱们去更新A股五平啊 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